所以基督内住 住在我们心里 就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然后我们可以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厂阔高深 是过于人所能测舵的 所以神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大到不得了的爱 比海洋还要大的 那你今天拿一个贝壳 我是一个蓝色的贝壳 它是一个粉红色的贝壳 它是另外一个的贝壳 我们各式各样的贝壳 好像我们的遭遇经历外面好像有不一样 当我们在这里盛装这个爱的时候 我把我所经历的爱来跟你分享 你把你所经历的爱来跟我分享 那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对基督不同爱的经历待在一起的时候 神家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而且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因为爱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教会为什么是这么宝贵 你如果跳到外面的层次 都会变成彼此要求 你为什么不爱我 你为什么不来看望我 我在我需要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们可能都是对爱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期望 失望跟要求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神家要有和神心意的建造 我们必须看见神已经把他的爱 其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已经放在我们的心中 这个成为我们爱的源头 所以爱的源头一定要先搞清楚 爱的境界 都是在基督里 让我们来享受这个爱的强阔高盛 所以聚会好的时候 其实大家里面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 因为我们都在这里从不同的角度 来表达 来经历 来分享神在我身上的爱 像例如说我可以跟你分享说 在我最沮丧最失望的时候 神怎么样子安慰我 让我手术一生失败了以后 我最沮丧的时候 他怎么样帮助我走出低谷 然后让我经历到神的爱永远不改变 可能另外一个人也会交通 我自己一直在一个点上 胜不过罪恶的捆绑 怎么样子都胜不过 后来都不敢再回到神面前了 后来没想到一个弟兄的话 他陪我的祷告 让我遇见神不肯改变我的爱 神宽恕我 神愿意再帮助我 让我在爱里面得到力量 又可以这样子的分享 有人可以交通到夫妻吵到都要离婚了 结果神的爱介入了 让他们在主的面前 用一个不同的态度对待彼此 学习同归于尽 然后就发现 我们彼此都把最好的 把爱来归给对方的时候 这个家整个转过来 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地方 来经历 来分享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强阔高僧 过于人所能策度 这样子底下就说 叫那充满一切的充满了我们 所以神的家充满了神的同在 我明白了 是让我们的儿子 也不慎会 therm眼看 是彻底下的 我们对我之后 我们应该消息 我们 我们